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去年的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韩国瑜打了许许多多的一些政策出来 重点就在于内政 因为那个时候我可以看到 许多的内政做得并不好 而戳到了民进党的一个痛处 戳到了他们的一个突破口 所以在九合一的时候 去年很多的县市全部都翻盘了 但在现在的这时候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同样两个候选人在比拼 可是有一个候选人 他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政见 但另外一个执政者方面 他们现在这时候三年半来 做得并不利之下 他们现在这时候开始要掩饰 因为现在韩国瑜提出来的东西 正好也戳中了蔡政府的痛处 是 立刚 其实大家如果有注意到选举的话 去年11月24号之前 大家在谈什么 在谈台湾面临到的种种问题 然后大家都在提政策 可是今年我们都在讲什么 都在讲八卦 都在讲口水 都在讲你有多少土地 你有多少房子 你住在谁家里 这是我们要的东西吗 是 你看这是在 Hate Politics 这个是PTT的正黑板 就有一个网友他说 现在台湾还有人在乎内政议题吗 他说去年的现在 124选前 完全是各种内政议题 包括同婚的议题 核能的议题 空屋的议题 教育的议题 经济的议题 但没想到一年后的总统立委大选 这个才是真正关系到我们的未来的吧 总统立委 其实对国家是更重要 因为关系到未来的发展 未来的法案 结果呢 各种内政议题全部消失 没人在乎了 选举怎么会选成这个样子呢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 你以为真的没有人在乎内政议题吗 没有人在乎台湾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吗 没有人提出政策吗 其实有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韩国瑜 答对了 韩国瑜其实是有提出这些政策 他最近不断的发表谈话 一直都在讲这些东西 比如说 一粒一休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粒一休 去年是民进党败选的一个重要问题 那到现在 一年过去了 请问一下民进党有做任何改变吗 没有 完全理都不理我们对不对 对 好像我们都欠他了 好像是应该的 然后呢 韩国瑜 会认为放任他这样下去吗 不是的 所以韩国瑜特别提到 一粒一休这个东西 未来他上来一定要改变 我们一定的劳动政策 有几点 大概大概不 第一 我们感觉到 无心价 最近一不开始 很多工厂的订单接不到 赚钱我就贪掉 让远 劳工啊开始放无心价 我们觉得 无心价 对劳工的打击害到 对未来 我们要寻求突破 如果 公司 工厂 一定要放无心价 我们觉得 所有的劳工 应该要能够 领到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的薪水 让他在放无心价的时候 还是能够过简单的生活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能说无心价一放 劳工 没人管了 没钱 等到公司赚钱 你再回来 这个对劳工来讲 不公平 对政府 针对无心价部分 我们要尽快定出办法出来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自己的前途自己开创 问题是 韩国一直在提 我们的政府 真正现在在主导人 他居然完全不管这件事 好像这个错误的政策 放在那边 就算 无所谓 然后呢 蔡英文一直告诉我们什么 经济是二十年来最好 对不对 说我们成长率是 亚洲四小龙第一 对不对 可是最新的数据显示什么 现在到11月 光放无心价 已经2668人 创下今年的新高 请问一下经济越来越好 为什么无心价放的越来越多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所以呢 韩国瑜也提出了他的政策 他说 未来他如果能够当上总统 他希望无心价这个东西 你至少要给人家 百分之六十的薪资 维系什么 维系他最基本的生活嘛 我们大家都要生活下去嘛 对 你不是 其实不是 韩国瑜包括教育 包括经济 包括各方面 他一直不断地都在提政策 对 那 其实他认为说 我们过去一直只 重视什么 青年创业 可是呢 只有青年需要创业吗 恢复既职教育 这个已经是当务之急 包括以前饭店最有名的教父 叫做严长寿先生 多次都提出呼吁 我们的既职教育 真的有断线的危险 这个是太可怕了 要培养一整套既职教育 可能要几十年上百年 但是要摧毁他 可能十年二十年就摧毁掉了 六十五岁还要创业 要回家打车 打车吗 不要了不起 六十五岁还想创业 我们将来只要 我们能够奖励 这些青创朋友的时候 绝对不会 盘斥中老年的创业 你不要误会 只是我们政府 必须加大力度 培养年轻人 我们现在 很多人要面临什么 你中年失业的问题 你甚至到六十五岁之后 你可能还要面临 养家活口的问题 现在这种情况 越来越严重 因为我们少子化的社会 对不对 所以他说 政府不只要照顾青年 让青年能够创业 他要六十五岁之后 协助这些中高龄的人口 我们要继续创业 因为社会的转变是这样的 如果不因应 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不是吗 然后呢 蔡英文这时候 他选举永远只有一招 就是大傻逼 他最近又公布了一个 新的大傻逼案 说啊 台中人啊 你们的机场需要升级了 所以我要再加嘛 五百多亿 五百多亿 对 总共要报到七百五十六亿 所以要升级台中机场 升级台中机场是好事 没有错啊 可是你知道什么时候会完工啊 什么时候 大家猜猜看什么时候完工 2040年 还有21年 21年后才完工 他干的是机场还是金字塔 干这么久啊 这个他为什么要拖这么长的时间 我也不懂 然后我们台中人就这么傻傻被他骗吗 我们还会相信他这种大傻逼的政策吗 我跟大家讲 其实哦 如果我们把过去十年 就是蓝绿的版图 来看一下的话 台中这个地方被归为浅绿 因为呢 过去台中选举的时候 台中市这块地方 因为就是旧的台中县 跟新的 跟台中市合并成新的台中市 这块区域 其实整体加起来 绿是略大于蓝的哦 那为什么去年大家把林家隆拉下来 他为什么被拉下来 就因为做不好不是吗 因为他上台就要乱搞不是吗 所以大家不要再给他机会啊 可是问题是蔡英文够厉害 我们把他拉下来之后 他让他高升去当交通部长 继续管我 你管得更大 这就是我们要的选举结果吗 这台湾是全世界最离奇的地方 有这种选苏人当更大的官员 有这么离奇无的事情 在全世界都是一场笑话 那我必须跟大家说 林家隆在的时候干了什么好事 比如说第一个 全国首座升职能源发电厂 那外埔的绿能生态园区 你知道吗 林家隆当初跟我们讲说 这个地方啊 如果盖好了 因为去年就盖好了 他说呢 每年可以提供 将近一万户人一年所需的发电 什么三千多万度电 好好听哦 结果你知道吗 从去年到今年 现在已经一年了 一度电都没有发 这就是林家隆的建设 然后呢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去年在选钱的时候 他不是告诉我们说 德国人要来投资 然后呢 这个德商投资 一千一百亿 哇我们好棒棒 马上跟他签约 所以我们跟他签了MU了 结果这个德商 后来被人家查出来艺人公司 艺人公司会来台湾投资 一千一百亿 你相信这种事情吗 然后呢 你知道林家隆的岳父的基金会 居然来申请台中市政府的标案 可以做这种事吗 然后林家隆的幕僚 以新文化协会的名义 两年内 百分之百得标率 拿到八个标案 净赚一千一百四十九万 你自己的幕僚可以来标案 可以干这种事吗 然后林家隆的金主开设的趋势民调公司 两年来获得十个民调标案 赚了六百五十三万 另一间驱动整合公司 有林家隆文宣主任当董事长 你看都是他人 然后半年内拿六个标案 赚七百七十三万 他们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是一条片的 林家隆在地方这样干 今天他们在中央不是一样这样干吗 高雄市政府那些害高雄 亏了三千三百亿的人 现在几十个人全部在中央当官 如果我们让他继续在那边下去的话 这些人未来可能要亏上兆 亏死兆都有可能 因为他们就不断地在我们吸我们的血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忍受下去了 再让这些人下去 台湾就要彻底完蛋 大家知道我们也要坚持到最后 刘盖森 我们看到在台中这个版图当中 是一个绿大于蓝的一个状况 大约比例在5%到10% 但台中人的生活有过得更好吗 没有 台中人的经济有改善吗 没有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许多民众快动不掉了 所以要反了 所以说我八十七 大家要两个十五千 这没有改善就对了 一次就要改善 因为怎样呢 是怎样说 佛祖灵法典 上街秀的 一刀八角 佛灵四小让你卡住 灰毒 改善到重来 这样一刀 抗三 本钱哦 小肚团 一刀就对了 要两颗 小肚子 一刀要五颗 用那红颗法典 给我们买一刀多少 五颗八 二十年要开两条 人欧洲 红颗法典一刀多少 两颗半 这样有夭壮吗 有夭壮吗 有 红颗法典 还会缺这桶 我说给你听 马英九在做总统的时候 台湾就有345基的风吹 是怎么在第340 6基的时候 里长带出来工医 带小朋友 一个里长 带三四十个老板 小子 带那孩子 五六十个 出来工医 为了我 不能再唱下去 为什么 因为 那 那风吹的发电 那叫做 激变率的座音 那在当时 是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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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成功 啊 晚上都睡不去 所以大家 驚都会洗 洗到没得到 全日本钱 没得到 都没出力 啊 这你想说 如果红颗来 噢 很快 红就发很小点 对不对 不对 红颗来 红颗来 所以那是很没实践 红颗来 红颗来 我们最缺点的时候 有风吗 有 红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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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不太紧头了 对不对 台湾最好的红颗在哪里 在配合 配合那个红颗 他们就偏偏不去设 设好好 电子挙来 配合挙来台湾 最快要从哪里 红颗 索颗 索颗 就不要起来 不要犯 这样 红颗的电子 你不要起来 没有效的电子 红颗 五颗八颗 给我们抽 抽到够够够了 20年就对了 全10年 一度买多少 买可以七颗鬼 你来到七颗半 后边总要变成一度 给你三颗 所以10年后 他就把这个 管理不给台湾人去经营 这样钱都什么贪 颗颗颗颗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外胸三 导致在里面 就是来中 在这三个三十一 所以他们全部 都是一Q七颗 对不对 对 来趟外在那里奔 那都是我们的火灌 在我们的桌上 抹肉池的大家 吃得胖子 不许 他不管台湾人去死 不管台湾人的小孩没有中兵 没有未来 他也不管台湾人过来艱苦的日子 他也不管台湾这块土地未来的变什么 他也不管中华民国的土地 他现在什么 上京政策没去 他们没干人做 没为人要搬 落地没人要搬 对不对 对 所以用心专利 就是要来打压人 用心专利 就是要来扭曲人 所有的媒体 凶活了 所有国家的机器 动完了 算了 现在是一条车 除了你老出了 算了就先两条车 那这种车 我们的车里是世 保释的 所以可以赢吗 是 真拼拼这个 我跟你说 国险中台湾 守候中华民国 台中赢 中华民国就赢了 是 这样好不好 好 有信心没有 有 有没有 有 我来台中演讲 我这10年来 我来台中演讲 没有8招后7招 今天的气勢最好 好 真的你看整个牙齿 我待会要来探听话 到一堂最好吃 人家说日廟要收衣 韩国路就是拚素兵经济 对不对 不要再说出去 把全部 你是可以探多少 把我们跟厚 说什么 生理人回来七千月 有没有 没有 是什么没有 没有 没有 我说给你们 我刚才就说了 风吹蛋也胖 台湾缺电没电 缺水没水 缺人没人 缺帝没帝 缺手金没钱 倒一个箭头 生理人回来 对不对 对 现在让我们抓到80斤了 好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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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七千月回来几个 没有 零 零 零 不是什么 是这个人 你会看这边 行业 行业 没有 对 这样 白白骗 没有一路 跟我们骗三丹拌 现在说这个可憐的 韩国的 兔头的 在跟我们骗 蛤 你听得到吗 对 返航 怎么 看你内行的 这都要 这叫做 返航 倒翱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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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钊 有 在那转洋 又幽默 转到我们 所以这种 臆逐的政府 就要 立出共论 大家在这个庭帝 民主不是 三个人的 不是韩国的 也不是 你是 真的民主 老板都放在这 人民太大 对不对 对 是 相逢